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娱乐话题 也可以说是金融话题吧,很搞笑的 一个上市公司,一位男董事长,四位女董事 四位女董事呢,都是这个男董事长魏领证的太太 且都有孩子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 是从5月22号,其实的话也就是前天吧 有个深圳市上善弱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安阳 我关注这个侯安阳的这个微博的话呢,已经好几年了 只是他的微博呢,时不时的会被封掉 原因就是他说了一些财经的真相吧 还有一个政治,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真相,然后就被封掉了 他在5月22号的时候呢 在某投资社群发布了一篇公司的 发布了一篇公司研究笔记 质疑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人员的结构 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看 从今天刚知道,一家上市公司 他的董事会是一个男董事长和四个女董事 这四个董事都是男董事长的大太太 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 是没点证的那种,而且都有孩子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然后网络上就开始议论开了 我这边不是说瞎话 很多人说的,可以看看腾讯新闻啊 新浪啊,全部都有报道 尤其是在金融版面 我们再看看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这家公司上市的代码是002,股市代码002980 分名字叫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于1991年 其实的话呢,这家公司呢 不是五个董事加董事长 其实加一起的董事会成员是八个 有三个独立董事 去掉了三个独立董事之外呢 就是这一个男董事长 加上他这个未领证 且给他生了孩子的四个女董事 这四个女董事的话呢 做财务的,做销售的,做采购的都有 反正是网络上已经给他 这一家全部都扒开了 而且的话呢 网络上还有这一家奇乐融融的照片 坐在一起 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有几个小baby 各坐在自己的那个baby chair上 网友就特别羡慕 哇,这个董事长太厉害了 太有水平了 看着一家人生活的其乐融融 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家公司上市只有38天 财富就猛增了72亿 最近呢,十多个交易日里 上演了九次涨停 厉害吧 九次涨停 这家公司从事的话呢 是面向全球客户从事 测量测试仪器的 有技术研究啊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的一种是高科技的企业 他此次上市呢 要募资五个亿啦 这些用于什么厂房啊 或者人员工资啊 或者研发啊这种 还有一点啊 证实的哈 这这本证实的 招股书上就说 这家公司董事长 我现在才说哈 叫袁建敏 袁建敏与车海霞生有一儿一女 但未存在婚姻关系 双方按各自所持股份 行持股东权利 已经说了 他和这个袁建敏这个男董事长 和这个女的董事 生有一儿一女 但是不是婚姻关系 在招股书上已经公开承认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一个女董事 另外三个女董事 还有一个叫车海霞 刚才说了车海霞是72年的 清华大学金融投资与资本运营 高级研修班再读 是管财务的 刘海霞62年的 也是管财务的 吴慧珍81年的管销售的 杨京锦北京大学 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上市 高级研修班结业 会计估计也是做采购有方面的吧 因为有的网友说是 这四个人中有做采购的 我们看了 从62年一直到81年 全部都有哦 厉害吧 就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这个的话呢 在IPO之后 这个南董事长 袁建敏持股54%的股权 身价是50亿 怪不得能把女人搞得 这么奇的容 四个女人给她生了孩子 我在照片上数了 四张一张桌子 再加上四个小baby 因为呢 涉及到某些个 这个孩子的私隐的问题 我就不把照片给这个看了 如果有兴趣的网友 可以在谷歌上搜一下 搜袁建敏和他奇德融融的家庭 这方面的吧 应该能搜得到 然后呢 他的董事长的秘书叫任欢 就发表了一番言论了 就说 是怎么说的呢 表示要澄清公告 说的话呢 要走法律途径 解决这个问题 说的话呢 这件问题 说子虚乌有 然后呢 另外三个董事 都是人家有丈夫 有孩子的 不要对人家进行污蔑 所以呢 我们吃瓜群众的话呢 就又兴奋了 哇 到底结局会怎么样的走向 到底其他的三个董事 这个生的孩子 是不是这个 袁建敏的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从照片上看出来 如果不是一家子人 因为那个男照片 也就是那个照片上的男人 肯定是袁建敏 因为我搜了很多 他单独的照片 肯定是他 然后呢 一张桌子上的话呢 我很奇怪 是五个女人 那上面不是四个 是五个女人 然后的话呢 有几个小baby 年龄都不大 在桌子旁边吃饭 如果要是别的人家的孩子的话 你想想 只有一个男主人 再加上四个 五个女的 然后几个小baby 其余的三个 女的董事 如果有自己的老公和孩子的话 为什么老公也不出现在这里面呢 如果是朋友聚会的话 就是说的 应该是几家人一起聚会 为什么这个照片 只有一位男 董事长 五个女士啊 很奇怪 不是上面说的 四个女董事 应该有四个女董事 加上另外一个女人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几个小baby 有抱着的 有坐在那个椅子上吃饭的 因为关键是 生意到孩子的隐私吧 我就不在这里边 就是把这照片给拿出来了 所以我们 就是吃瓜群众 从这几年来的话呢 就是一次一次的突破 我们给自己设置的底线 前面有赖小明 把一百个情妇 安排在一个珠海的小区里边 有孩子 有情妇 其乐融融 然后呢 肖建华呢 有五十多个孩子 既然有五十多个孩子 肯定老婆就不止五十多个了 至少要上百个 而且的话呢 还有女保镖啊 这都是大恶了 像赖小明啊 因为他是华容的董事长 肖建华的话呢 明天系的 掌门人 超级厉害的 这种上市公司 这个华盛昌的这个 算是小恶吧 小就是说的资本小恶吧 也可以说的 一个男主人 四个女董事 一个男董事长 四个女董事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奇葩了吧 然后关键是看下面网友的回复 我就觉得 特别认 觉得在中国这种现象太正常了 很认同这种现象 这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就说 网民都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 这个就是觉得 国内的某些事情 一次一次的刷新我们网民的底线 就使得大家觉得 哇太正常了 已经腐败到家了 烂到家了 然后一个有钱的男人 如果没有几个女人 都觉得不正常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 男董事长和四位女董事 是在一个公司里的 其实呢 我对画面新闻 只是讲一讲而已了 后边具体的话 他怎么样 采取法律途径 来澄清这个事情 或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的话呢 上上热水的洪安阳 他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有一定证据的 他会这么说 又不适应到某些上市公司的话呢 他不会瞎说的 具体看这个华盛昌的公司 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 怎么样拿起法律武器 来为自己呢 跑回声誉也好呢 还是最后司法机关 进入调查也好 我们的话呢 只能是往下面看了 其实我最想要明白的 就是说 他的公司为什么要九连涨 有什么猫腻 这个是我最想知道的 其实我们知道了 很多公司呢 背后是有很多官员 在后面带持的 而且呢 中国政府的股市呢 其实自他成立的那一天起 就是被操控的 是不是有的人操控股市 让他的公司九连涨 在38天之内的话呢 财富就增长了72亿 很多人呢 就从他这个增长的当中呢 就拿走了 我们老百姓的财富 这个的话呢 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我们老百姓 实在实在是太惨了 现在呢 还有一部消息呢 就是说 财政部已经在推风了 要财政赤字货币化 什么叫财政赤字货币化 就是印钱了 不用还利息 也不用还北级 就直接就印钱了 以前发债呢 还是需要还还利息的 现在的话呢 发债不需要还利息 也不用还北级的 只要是政府发的债 就是 就是大印钱了 最后造成的结果 就是超级的恶性的通货膨胀 全面的洗劫 老百姓的财富 哪怕你在国内 你是一个中产 你的财富也要会被洗劫的 最后的结果的话呢 就是委内瑞拉 金巴布韦 或者是以前国民党的金元券 就是如果真的这么实行的话 但是既然财政部已经这么吹风了 已经发文 有的人已经说出这个来了 我估计的话呢 最后有可能会实行 这种恶性通货膨胀 就有可能真的来临了 这种恶性通货